佛教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 我们世间的一切事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因为因缘的存在而存在的。 生是恩,养是恩,感恩父母,父恩比山高,母恩似海深,一生难报父母恩,趁父母尚健在,善待自己的父母,不要让陪伴成为遗憾。 父母与子女的缘分是前世苦苦求来的,所以要珍惜与父母的这一世缘分。 一为了网友受邀去参观了一家养老院,走进真正的养老院,探寻这里老人的真实生活。 一起来看,住养老院的真相,这是一家在某市非常有名的养老院,网友有幸参观了它,也结识了一些在这里工作的人们。 养老院给人最初的印象,窗明激净,设备齐全,老年的健身室,棋牌室等硬件设施可谓一英俱全,护理人员也是面带微笑,精心护理着老人家。 但是网友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养老院的玻璃窗外都家有护栏,大家都知道房间的玻璃窗家有护栏没有什么稀奇,但是楼道的窗也加上了护栏。 网友就有一点不太明白,于是就询问随同一起参观的护理人员,为什么要在楼道的窗也加有护栏,住在这里大多数是老人家,他们通常不像小孩子一样淘气爬上窗户呀,可得到的答案却让网友大吃一惊。 护理员告诉网友,安装护栏的原因是防止老人想不开,多么让人震惊的答案,就让我们听听护理人员的讲述吧。 护理员讲,由于这里的护理条件与硬件设备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以收费自然也是不低的,来这里的老人大多是家境较好,但是家里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照顾,所以送到养老院里来的。 中国的老人们均有一种传统的思想,那就是养儿防老,所以他们大多数心里都极为苦闷,有的老人想不开,觉得家人抛弃他,嫌弃自己年老,活着也只能是给别人添麻烦,成了废物,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老人大多行动不便,采取的方式多为服药或者坠楼两种,所以现在有些老人说自己睡眠不好,要安年药的时候,护理员都要亲眼看到,他们吃下才肯离开。 但是第二种方式就防不胜防了,醉意发生的时间通常是在晚上,所以院里已经安排护理人员,夜晚每隔一小时必须寻查一次。 他们现在最怕的就是老人自寻短见,在窗上安装上护栏也是没有办法,但如果一旦出事,家属很少从自身找原因,从不问问自己,老人真正不快乐寻短见的原因出在哪里。 护理员还向网友分享,现在在养老院除了老人想不开这个问题外,还有一个比较伤脑筋的问题就是有些老人从医院里偷跑回家的现象。 院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患有老年痴呆症,对过去很多事情都没有记忆了,语言上还有一些障碍,不太能跟人交流。 自从送到院里没多久,就开始了她的出逃之旅。 有一次吃晚饭的时间,老太太趁着护理员不注意,跑到后院将两个汽油桶落起来,跳墙跑了出去。 院里发现后,紧急展开寻找,工作人员万分交集,心乱如麻,汽车站,火车站,地铁站,飞机长找,在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上发布寻人启示,所有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就是没有结果。 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在这位老人家门前等待,一天两天,三天,就这样,终于在第十二天的下午,老人在家门前出现了。 此时的老人可谓十分狼狈,风尘仆仆,衣服也坏了,脚也磨破了。 护理人员看到之后,流下了眼泪,心酸又高兴,赶忙询问是怎么回来的,都要急死了。 这位老人只说了一句话,却已是老泪纵横了,那就是,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在此之后,这位老人依旧没有被儿女留在家里一起生活,还是被送回了养老院。 这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在此之后又先后出逃了六次,现在护理员都有经验了,如果再出逃找不到,只要到他家门口等,一定能等到。 我们都知道,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大多记忆力都很差,很多事情都会忘记,但是留在记忆最深处的就是,那条回家的路。 会深深刻在老人心里,永远不会忘记。 何时而能来,一对中年夫妻一路走一路对跟在身后的一位拄着拐杖头发花白的老爷爷不耐烦地大声说, 别跟着了,别跟着了,你总跟着我干什么呀? 护理员听到如此大的声音,连忙走上,前来问道,什么事情? 这位男士说,护理员小姐,你来平平里,我爸爸刚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有事一定要来。 你看我一来,他只是想跟我说说话,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我工作这么忙,还给我添乱,真是不懂事。 这时他的妻子也连声说可不是吗?就会给我们添麻烦。 你看这里照顾得多好有吃有喝,还总要叫我们干什么,真是想不明白。 护理员还要跟他们解释些什么,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听了,一股风似地走到院子里,开上车走了。 再看这位老人拄着拐杖一路蹒跚,一直追到养老院的大门口,嘴里还滴滴地说,你们什么时候还来呀?什么时候还来呀? 孩子的车早已没有了踪影,留下的只有车子扬起的尘土,和老人眼中心酸的泪水。 沉痛的感悟,古人云,百善孝为先,孝为人间第一亿,为人字女若连孝道都不讲了,那又怎么能称得上是父母的孩子? 而女心中,居然连孝字的概念和影子都没有,有的只是自私自利,贪图享乐,却忘了自己身从何来,数年之后自己又将往何处去? 父母的今日既是我们的明日,人都有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的规律。 在我们还是孩童时期,父母是如何细心呵护我们的每一步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母以无尽的爱心,无怨无悔的付出才能成长到今天的。 母活一百岁,长幽八十二,哪怕是残破的身心,仅有的一点温暖和爱意,仍然是毫无保留的付出给孩子。 当人面临老病,倾听敬业的无数巧声,不可拒绝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心理上将会是多么孤独寂寞,痛苦无一啊。 当此之时,正是父母的儿女们,孙子孙女们,竭尽心力,承欢西夏,趋顺亲意,善为开解,使老人乐以忘忧,报恩的大好时机。 当父母看着健康开朗,懂得孝顺和礼貌的儿孙,他们想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有了良好的继承,便会不在意自己的老病。 当他们了解死亡,只是躯体的消失,灵魂将永生,便会坦然欢喜地面对生死大事。 假如我们能在老人家晚年以当初父母在我们婴儿时期照顾关怀我们的那份爱心,回过来照顾关怀我们的父母,则天下人人幸福,家家和乐,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子欲养而亲不待,树欲静而风不止。 压有繁补之恩,养有贵乳之报。 孝道是人性罪至善至纯的代表,为人子女,有老病疾苦的父母,需要我们竭尽心力来尽孝养之责,是最大的幸福。 真正做到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如此方可让天下大同,万事康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感谢聆听,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击订阅我的频道,您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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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